擁有四家桌遊店的七年級老闆陳寗 疫情期間才發現桌遊業被列為八大行業禁止營業 半年來虧損超過200萬元 而在瑜伽界小有名氣的令 疫情期間儘管轉移線上教學 但營業額掉到只剩三成 對於即將開放使用的振興券 認為桌遊瑜伽屬非必要支出 難以搶食道振興大餅 只要用振興券的紙本就是一半 然後如果你當天是用振興券辦會員的話 你的入場費就是不用錢這樣 但是我們依照去年三倍券的經驗來說 就是有一些死中的客人 他會覺得真的很賺 所以他就會把三倍券就打來這裡 但是能不能吸引更多的客人 我們其實不太確定會不會有效果 就我們之前上一檔三倍券的經驗而言的話 其實對於運動產業的效果似乎有限 畢竟我們是一個公眾的場合 那在民眾減低他們的社交恐懼感之前 這件事情的幫助有限 人力銀行調查發現高達99.8%的上班族 有意領取振興券 其中58.6%想當作日常生活花費使用 依序則是賣場購物、買家電等 其實我們有發現說大部分的上班族還是希望把這一次的真心券 用在日常的生活花費以彌補他們在這段疫情期間 可能收入比較低的窘境 然後再來呢可能就相對的是賣場的購物 又或者是在飲食上面 就是民以食為天嘛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說 還有一些像是家電用品等等 都是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那在這邊我也是說 可以建議一下各個產業面 有的時候我們可以做一些優惠的串聯 人力銀行也發現 比起去年僅有8% 今年高達2.9%的上班族綁定數位券 除了政府單位聯手拉台 還有疫情期間 上班族習慣透過數位支付來消費 也提高數位綁定的接受度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記者林錫慧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